哈喽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胖尘海的球鞋生活 今天是9月28号又到了月底了 所以也感谢大家准时收看下个月的球鞋资讯 那么10月份会有哪些好鞋即将发售 有哪些好鞋是值得入手的呢 那么马上就来看一看 那么在开始之前还是插播一小段福利 那么丁潮APP为大家送出的一个月的VIP体验活动 在屏幕下方打上他们家的口号 有丁潮不肥跑 并且你要点赞跟转发本期视频 那么这次的活动会在B站跟YouTube两个平台 同时进行各会抽出三名幸运的观众 送给大家一个月VIP体验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么关于丁潮APP 其实本人已经用了非常久的时间了 那个人觉得它是一款非常优秀的球鞋发售的监控软件 并且上面也会给到大家非常非常多即将发售球鞋的这些资讯 并且它就像一个社区 那大家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看法 那互相关注之后呢 你也可以看到别人所发出来的东西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一个平台 所以个人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来使用这块软件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VIP的功能也是对你挺有用的 那可以通过我给到大家的第二波福利 就打在上面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折扣码 那就也很好记 就是我胖成海胖这个拼音 P-A-N-G 就但一定要全部都大写 那么这样子呢你可以在折扣上面的时候呢 再获得另一层折扣 就是我给到你们的折扣 这样子你来买这个会员的话呢 会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么好 现在废话就不多讲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10月份有哪些好的球鞋即将发售 我们从阿迪达斯椰子鞋的部分开始 还是跟上个月一样 阿迪达斯呢 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鞋子的发售的准确时间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双呢 是阿迪达斯椰子350V2 它的名字叫MXO 那跟上个月发的那双黑色一样 它们的花纹都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变了一变 这双是一个淡淡的黄色的这样一双鞋子 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倾向于上个月 9月份发售的这一双黑色的版本 接下来是椰子380 这一双配色呢叫Stone Salt 其实380个人感觉这样的配色应该不会大卖 因为感觉没有什么新意 它的花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跟最早第一双那个外星人都是这样的花纹 只是一直在变换颜色啊 不像椰子350它现在用了更多的不同的材质啊 用了不同的花纹去做感觉会更加有新意一点 接下去这一双呢是椰子700的V1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双是V1 V1是偏小的 在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配色呢叫Wash Orange 那个人觉得这双鞋子的配色也是比较一般啊 目前看来就这双350会比较受大家喜欢一点 然后接下去呢又是一个Easy Form Runner 那这个大红的配色个人也不太看好 但是这个鞋子一直很受大家的喜欢 那相信还会有很多朋友很想体验一下这个鞋子 那有可能觉得啊红色就红色吧 那有可能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会去入手这双鞋子 但是这双鞋子之后的价格 个人觉得会比较一般不会啊很贵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乔丹的品牌 10月份我意外的发现乔丹品牌也是格外的安静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在10月4号的时候呢 会有一双乔丹四代的球鞋发售 它的配色呢很简单就是黑配红 但是要注意的是呢这个红它不是那种深红色啊 它是那种带亮点的红色 那官方呢叫它Red Thunder 那会跟我们之前的那双黄色的雷神呢会有点区别 就是把黄色的部分换成了红色 我觉得这样去命名也是挺好的 并且呢黑配红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配色 时间来到了10月9号啊 AJ12 Loyalty 那么这双鞋子大家肯定会一眼发现 跟之前的某一个鞋子很像啊 就是那个很经典的Taxi 那乔丹12Taxi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双鞋款 但是呢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些细节上会不一样 比如说它底下的碳板不是以前的黑配黄的配色 然后呢鞋后跟的部分那个写着Jordan这个字样啊 它不是用的黄色的线去描的 然后后跟的这个23呢也不是红色的 那整体而言真的80%啊 接近当年的那双Taxi 所以我觉得一些商家有可能也会把这双鞋子 跟当年的Taxi做一个连接 说啊这个是小什么什么的啊 那么我个人觉得是一双非常不错的鞋款 如果你没有当年的那双Taxi金扣的话 那我觉得这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接下去呢还有几双Dunk的鞋款啊 在10月8号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会有一双Dunk Low 它的名字叫Diamond 并且它加载的是NBA75周年的这样一个主题啊 个人觉得这个红配黑 然后配白这个啊 经典的芝加哥这种三色啊 肯定是会受到大家喜欢的啊 时间往后走一点 10月12号会有这个高达联名 虽然这个鞋子在中国已经发售完了 那么在美国地区呢 是在10月12号发售 那如果大家非常喜欢的话呢 这双鞋子可以通过海外的啊 方式去入手一下 那么另外还会有两双在10月份的遥传 那么10月份还会有一双这个布鲁克林蓝网队的配色啊 那么这双呢啊 也是一个75周年的一个特别的版本 个人觉得这个配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还会有一双DUNK LOW 它加载的呢是万圣节的主题啊 Halloween 那个人觉得它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啊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鞋底呢 是这种夜光的鞋底 包括它鞋身上面的这些花纹也是夜光的 个人觉得这个真的做的非常多的细节 是一双非常有意思的鞋款啊 那么又是DUNK 肯定大家会很想去入手这个鞋子 接下来呢给整个10月份的发售呢 做个简单的总结 个人觉得阿迪达斯椰子鞋的部分呢 虽然说有很多鞋款 很多新的配色发售 但是都非常的一般 唯一有可能会引起大家兴趣的是 那双阿迪达斯的350的V2 新的颜色啊 新的花纹啊 那么会跟9月份发的那双黑色的比较接近 乔丹的部分呢 也是比较低调一点 那么目前我觉得值得推荐的 就两双鞋子 一双乔四的黑红 一双乔十二 非常像当年的Taxi的配色啊 那反倒是DUNK的部分 有很多好的鞋子发售 那也会有两双不错的鞋款 即将发售的谣传出来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所期待 那并且不是特别火爆的一个月 大家可以早点做一下计划 那有可能可以把钱省下来 放到别的鞋子上 或者再放到后面一个月 11月份 因为月临近年底 其实也会有更多一些劲爆的鞋子出来 尤其是在12月份 那我觉得在10月份稍微缓一缓 大家存一个钱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做到这边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关注 胖成海的球鞋生活 每个月的月底给大家带来 下个月有哪些球鞋的发售 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并且大家不要忘记参加丁潮的活动 那么好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下一个视频